台南对民进党来讲 已经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绿色政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发 1月5号 侯 兆 马 韩 蒋 侯友宜 兆兆康 马英九 韩国瑜 蒋万安 他们昨天都在台南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在台南 台南是我的故乡 我在那个地方成长 我也问了我朋友在台南 国民两党甚至于民众党在台南的选区 他说台南的选区跟以往不太一样 以往台南可以说是铁板一块的地区 高雄输过 屏东输过 然后台中输过 云林输过 这些曾经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都有输过的记录 唯独台南 没有输过一次 从台南没有输过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真正台南是民进党的本命区 就是说你算全台22个县市 唯一没有政党轮替的就是台南 就是台南 就是说民进党从国民党手上拿到了台南以后 就再也没有丢掉过的地方就是台南 其他地方都有来来去去 高雄也有来来去去 你唯独台南对民进党可谓是孤中耿耿 就是台南的选民从来不曾背弃民进党 韩国瑜也讲了 庶民率 知识率 经济率 这三种率要想想看 台南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古都 大家好好想想看 台南这一次的冲动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个是我朋友 他们感受到三十年来第一次台南已经变成了什么地震区 为什么变成地震区 执政不利 执政不利 所有的台南市长是赖清德当的最久 两届台南市长 然后两届的六都市长 当然第二届的时候干到一半 他担任格区训 我问过我台南的朋友 我说现在的选政怎么样 他说过去台南赢国民党至少 从陈水扁时代一路到蔡英文时代 台南没有输过 无论大选 无论地方选举 通通没有输过 唯独这次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摇摇欲坠就是说 比例上他还是支持民进党 但是实际上这个支持率已经下降 况且下降的速度是非常的惊人 当然票投了出来 那过去三比一二比一 现在是不可能了 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就是看国民党在这个地方的冲刺 就是直闯本命区 直闯本命区 因为侯友宜到了台南 已经至少三次 大型造势全部都选择在台南 原因就非常简单 台南从光电利益的纠纷 升到开了88枪 然后那么多的官员出事 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南对民进党来讲 已经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绿色政府 所以为什么侯友宜 赵少康 马英九 韩国瑜到台南会受到那么大的欢迎 已经第三次 像我上次是8月4号到台南的 台南我先后去了四趟 四趟我都在台南 所以我们从这个趋向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如果国民党不能光复台南的话 极有可能下一季 还是民进党 极有可能赖清德他会升级 台南的重要性 并不在于他选票多少 而是这个地方从未有过政党问题 所以韩国瑜他卖力奔赏 包含了马英九 包含了蒋万安 为什么那么重视台南地区 第一个他票源松动 第二个过去3比1的比例 搞不好现在只有1.5比1的比例 然后第三个台南必爱那么多 从来没有发生过地震 就是政治地震没有发生过 那第四个直床本命区就有一个好处 最坚定支持你的区域都已经松动的话 可以说赖清德这一次选得那么的辛苦 这已经不是赖清德个人的问题 而是民进党的问题 好的 对 我分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